昨日福宝再次展现了他那不绝于履的舔鼻之举 这一幕奇特而引人忧虑 遂向饲养员奶爸寻解 奶爸轻描淡写地倒出原油 小家伙的鼻子过于干燥了 晨光出破 奶爸步入园区 便见福宝正埋头苦干 享受着他的早餐直播 那咔嚓咔嚓的进食声 瞬间点燃了前来探望的阿姨们心中的喜悦之火 这场生动的吃播持续了十余分钟 饱餐之后 福宝悠然自得地夺回假山 寻得一处舒适之地躺下小气 福宝躺卧时 那自带的小枕头格外显眼 不难发现 他竟已消瘦许多 遥想当年如今却显得皮薄骨瘦 福宝缓缓坐起 轻患两生后 富有沉浸于舔鼻之举 这一幕再次触动了阿姨们的心弦 连忙向奶爸反馈并探寻原油 奶爸耐心解释 原是鼻子干燥所致 细想之下 福宝近日饮水稀少 食欲亦不振 鼻头怎会保持湿润呢 须知 对于熊猫而言 湿润且略带鼻水的鼻头 才是健康的象征 这段假蕴的阴霾能早日散去 让那个活泼可爱 圆滚滚的福宝早日归来